那他也是为这个全球的CEO和这个高层管理的话工作了有15年的时间 包括这个联合国还有欧盟以及这个政府 那Peter的话他也是经常的撰写和演讲关于这个战略可持续性的文章 那在过去的十年里面的话他也是出版发表了很多文章 包括财经时报商业周刊财信 那他也就三次主导了世界最大的这个关于CEO态度的研究 对于这个可持续性的态度的研究 那这是每三年举行一次分别在2007年2010年和2013年 同时的话他也是联合国责任管理教育原则的一个签署和组织者 Peter呢他也是那个INSEA国际执行国员会的这个校友 同时的话也是建筑大学商业和环境课程 牛津大学商业经济课程以及这个诺丁汉大学的这个校友 同时的话2011年的话Peter呢被提名为这个世界经济论坛的年轻的这个全球领袖 他也是WEF明天消费者倡议的这个主要顾问 同时的话也是循环经济创新任务组的这个主席 那今天他的主题呢是循环经济 如何通过可持续发展创造商业价值 好 我们一起来欢迎Peter Lussey进行演讲 谢谢 谢谢 好 非常感谢 那我可能的话 我刚才的介绍的话 比我的演讲还要长 谢谢 大家上午好 我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 那今天早上有一个好的地方的话 就是离我家的话 可能才三分钟的时间 那我可能的话 只要走路过来就可以了 我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主办方 那我也非常高兴 来到这里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日程的话 也是非常的好 那今天我要讲的是 循环经济 特别是我想要讲一下 那我们现在呢 越来越多的一个趋势呢 就是企业呢 在全球的话 对这个循环经济的话 越来越关注 那不只是的话 为了推动这个可持续发展 同时呢也是 那他们怎么把其中一些原则的话 变成他们的一些发展优势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艾森哲 有些人的话可能是比较熟悉 艾森哲 有些人可能还不熟悉 那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咨询和服务公司 那我们的话 在2014年的话 有300亿美元的一个收入 那我全球的话 有30万的员工 那我们的工作的话 主要是在四个领域 包括我们艾森哲的战略 艾森哲数字 艾森哲数 技术和艾森哲运营 中国呢 那对我们这个业务的话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的话 已经在这里有25年的时间 我们在中国的话 有一万多名员工 那其中 那我们的话 也是服务于很多的这些国营企业 那我们的话 是利用这个外国的这些咨询的这些技术 那另外的话 我们的员工的话 90%都是中国人 那这也是和我们 其他地方的这个办公室的话 是有很多不同的 那这里我们要讲的话 我们 我们是和全球的主要的这些企业的话 进行合作 那帮助他们来整理他们的这个战略 然后怎么样来发展他们的技术和创新 那我们等会的话也会讲一下循环经济 那现在的话 我们看到了有这样一种转变 那这种转变的话 也是要求 我们在 全球的话 在这个 我们的商业模型上的话 都要发生一些相应的转变 才能适应这样的一种趋势 那我主要负责两个业务 那我是住在上海 那我在这边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 那我主要的话是负责我们的这些战略方面 那比如说对于这个增长 还有这个并购 另外的话 四年前呢 我也是建立了我们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的团队 那 那现在的话已经是我们 觉得说这是五个未来的一个趋势之一 那我们也是看到了现在很多企业呢 想要在市场上能够提升他们的这个竞争力 他们是希望 能够在这个可持续发展上的话 做更多的努力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面 我觉得我们觉得呢说 可持续发展呢 不只是一个责任或者是义务 而是最佳实践 而是未来的话 推动这个竞争能力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同时的话 我们从整体的经济上面来开看的话 我觉得可持续发展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说我们也是呢 那也是非常重视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这个本身 那我们的话也是从这个价值创造的角度的话 来看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那我先来总结一下 我接下来二十分钟想要讲的 我用一页的这个内容来总结一下 那我觉得呢 我们所做的工作的一个核心呢 或者说我和客户所做的工作的一个中心呢 关于这个循环经济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怎么样 能够发展和创造 在这个循环经济的这个模型和价值链里面的话 怎么样 我们在这个资源比较有限的情况之下的话 怎么样能够采用这些经济模型来创造价值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资源的话 越来越短缺 包括我们的这个水 天然气等等 那我们现在要继续发展的话 可能是会越来越困难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 所需的这个原材料的话 也是越来越紧张 那我们怎么样来保持 我们的这个经济的继续增长 那我们的这个循环经济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作用 那我在天津的话 和李克强总理的话 曾经也有一个段谈话 那我们也是看到中国有这样的这个趋势 但是现在在中国的话 这并不是一个新东西 现在的话 中国越来越重视这个循环经济 那现在的话 循环经济它也是成为中国这个领导人的话 为未来制 制定更加平衡的一个经济发展的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说整体来讲 作为循环经济来讲 它的目的呢 还是非常的简单 作为循环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 就是这个样子的 它的实现起来可能并不是非常的简单 但是它的核心却是非常的简单 简而言之 那就是如果从一个粗放式的 单一式的经济发展指标 到一个循环式的经济发展策略 我们必须看一下 过去两百年的社会发展 尽管这些经济模型 过去的发展 在经济上面发展 还是比较的乐观的 因为这些传统的经济发展 就是去获取 去发展 然后再去浪费 但是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下 我们如何能够保证这些价值的循环 并且去抛弃我们这些过往的浪费 我们能够把价值在现有的经济循环下进行更好的提升 还有发展 而并不是传统式的粗放式的经济提升 这才是我们现在经济模式的发展核心 在现在的经济下 循环经济这个概念 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 我们经常会听大家这么说 循环经济可能会为现有的经济模式 带来不必要的成本支出 它可能会让一些公司变得竞争力下降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但是在过渡的期间 总是会有成本的 在做任何变化 还有变革的时候 不管是技术 还是变革 还是架构 都是会带来成本的短期增加 但是我想强加的是 在我们现在这个情况下 在过去的18个月里面 我们也在全世界做类型相关的研究 还有调查 也是分析了非常多的一些公司 来看我们这个过渡阶段 如何能够更好地进行管理 我们就发现 我们的公司以及机构 是能够充分地利用这个过渡期 在去减薪他们对环境的 宁愿的消耗的时候 也能够不断地去提高 我们客户的价值 在一些情况下 还能建立起一个更加完善的战略 这些战略能够为我们的公司 在新社会的发展 带来更多的竞争优势 这能够极大的去改变我们过去的既有模型 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这其实也是我想介绍的循环经济发展的核心 我觉得在这个商业模型的转变过程当中 很多目标是公司可以实现的 在过去的一两年当中 我们也是非常深入地做这些调查 因为我这个周末 是刚刚把我今天要做的演讲弄好 所以说在过去的这18个月里面 我们是发现了这样一个情况 在我们去分析一下150个调查的公司当中 他们是有5个非常通用的商业模型 通过这5个商业模型的实现 可以带来他们竞争优势的进一步上升 我想简单地做一个介绍 因为目前我们还并没有正式地公布 大概是在明年初才会开始 所以说我不能说的那么多 但是我想简单地介绍一下 这5个我们调查出来的商业模式 也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这150个公司中的代表 我觉得这5个方面是我们必须要问自己的 这5个方面如果做好 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度过这段展行期 之前像在鲁博士最一开始的介绍 我之前也是在联合国相关系机构工作过 我觉得在这段研究的过程当中 以及最新的研究当中 我们发现的是一些最新的一些调查结果 那就是历史上 先简单地说一下大背景 这是全球可持续发展调查当中 设计人数以及设计高管最多的一个调查 我们每三年都会做这样一次 最近的一次是在2013年 也是在联合国大会 去年9月份集会的时候进行了发布 那个时候也是横跨了25个不同的业务部门 数百个国家都有了参与 我们大概有50个CEO在中国是参与了调查 所以说也是在数据以及统计却上 有它的相关意义所在 也是必证实是有效的 也是横跨了包括SOE 私营企业以及不同的营业部门 在这个调查当中 我们是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 在接下来的五年当中 你是否准备采纳循环经济的运营模式 没有一些比较性的数据呢 我不能告诉大家2010还有007年的一些比较 但是至少就我现在的理解来讲 在这段时期内呢 2013年的检查当中 大家对循环经济的了解也是稍有提升 但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的不完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目前全球的一个平均数 只是最上面这个条 在我们问到是否准备采用循环经济模式的时候 30%同意 35%强烈同意 所以说总共加起来是这样的 大概整个亚洲平均市场呢 是46%加9% 但是在中国 这个数字是提高到81%的同意度 这呢对我来讲也是个非常惊人的一个结果 我对于我们中国目前的一些政策 在政策的变革期 包括像李克强总理 还有习近平主席 他们所有做这些格式上的一些改变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 因为很少有其他的国家 能够像中国这样认为 一个真的商业模式的改变 能够帮助你去找到 不仅是国内市场 而且是在全球市场上的优势 以及竞争力的提升 我觉得这些数据 可能仅仅起一个指导性的作用 对未来的执行以及转变 可能还未去上涨 但是循环经济 也确实已经被中国的 各大公司的领导者所接受 下面让我们再深入地谈一点 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 究竟是什么 在过去的250年里面 我们都是学到一些经验教训 但是在过去的三四十年 如果我们看一下 这些对自然资源的采纳的话 不管是矿产资源 水资源 电力 还是林业 还是海洋资源 等等这些自然性资源 如果我们把对资源的使用量 对比一下经济发展的速度的话 发现它们是沉浸相关的 简约记忆是非常的紧密 这是在过去50年 我们的发展模型 我们如果说继续按照这个模式来去预测 一直到2030年 隔我们现在没有几年了 我们将会有另外25亿新增消费者的增加 我们发现在自然的消耗和经济增长的之间 是有着直接的联系 我们与此同时也是注意到了 这些能源的使用度的提升 它们的稀缺度也是越来越高 我想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个模式对我们理解过去 以及走向未来如此的关键 在2000年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这张图 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 我们是经历了一场 从自然资源驱动性的经济发展 到新经济发展的 壮大的一个变革 和过去的150年到200年的 经济发展模型 带来了一系列转变的契机 从2000年一直到现在 每1%的经济增长 都需要的自然资源 反而是下降了5% 因为我们正在进行 这方面一些转变 不管是由于技术上的革新 工程上的革新 还是科技上的革新 如果说我们继续增长的话 资源也会变得越来越便宜 它们的一些使用度 会越来越高 这是2000年之前的一些数据 那么到2000年到2013年 不管是一些结构性的变革 还是其他的原因 中国是其中很大的一部分 因为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开始真正的贡献于 全球市场的发展 也是成为了中国 世界上资源使用的大国 这种关系也是彻底被颠覆了 我们现在看到 GDP每1%的增长 商品的价格指数 都提高了1.9% 随着我们继续的发展 对资源的使用会越来越难 我们会越难获取我们所需要的资源 我们也知道 按照现在的线性模型的预测 我们的生产以及消费 它们的压力是越来越大 我们也能够看出 这里都是真金白银 并不仅仅是物价的上升 同时它的波动率也是不断地上升 这种波动性 它的管理起来是非常的困难 对我们商业的发展也会带来更大的压力 从长期来讲也是更是如此 因为它是无法预测的 让我们未来的业务发展 以及模型的建立更加的困难 所以你对未来的投资 也是更是摸不着头脑 我们觉得这是青年 我们来观察到的一个趋势 再回到前面这张图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看一下这2030年前 将会新增的25亿消费者 这将极大的去加剧这个趋势 我们目前还并没有现有的高科技 以及现有的一些新技术的提升 能够逆转这个趋势 这呢是简单的一个背景的介绍 在获取不同资源的时候 它们都实现一个平行的增长 不管是哪种资源 都在不断地上升 与此同时 我们也是更在更大的消耗 我们已有的一些自然资源 这边呢是列出了一些 包括像金石油气等等 这些资源的消耗都都在 逐端地上升 这里的问题就是 我们能否更加经济地 去逆转 对他们的一些消费 我觉得从线性经济发展 到循环经济的发展 其中一个主要的驱动力 就是商业模型的创新 另一方面呢 就是高科技的创新 我们看到最有希望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现有的 在数字技术上的一些演变 还有革新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 像移动互联网技术 还有物联网 以及我们现在 如何去把数据应用到资源管理的系统上 包括像智能城市 还有智能楼宇 智能建筑 还有最近越来越火的 这个RFID进场通讯技术等等 所有的这些呢 都给我们全新的一些领域 全新的一些技术 去演变我们过去的 线性经济发展模式 我经常都会讲这张幻灯片 因为它能够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启示 我有的时候也会用这样的一个比喻 我们将会从过去的 对自然资源的开掘 转移到去从现有的废物当中 去寻求宝藏 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上面这个表格 一公斤的这个手机 我觉得我们办公室差不多就能收到 这么多的废手机 一吨的这个废手机 还有一吨金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差别 在这里面呢 它可以提出这么多的铜 然后还有银 是500到700克 然后还有4.2克 然后还有金 150到400克 然后还有0.2克 这是我们从废物当中的收集资源 到自然资源的一个对比 如果说我们能够利用已有的一些 收集出来的废品的话 它可能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资源的优势 以往来讲这些废手机可能直接把它埋在这里面就好了 但是我们埋起来的呢 其实都是资源 都是尚未被开下出来的资源 这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利用 暂时考虑到新科技 新技术的研发 这能够让我们使变费为宝成为现实 我们也必须要相信 这个等式 这个算法 也能够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可能 由于时间的问题呢 我不会过多地去想问细节 但是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提升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我们能够重新地去循环使用60%到90%的材料 这背后呢 有很多的一些研究 也是证实了这些数据的真实性 我们觉得 我们必须要更好的去保证它的一个准确度 以及精确率 我们觉得就目前的发展来讲 它的机会还是非常大的 我们能够重新去利用 现在并没有被使用的资源 并且把它们重新纳入到经济发展的循环当中 大概到2030年 按照我们的预测 按照一个正常的消费发展模式 我们在全球呢 将会有4万亿的消费情况 这呢也是从线性经济发展 到循环经济发展的过渡期 分析了现代一些局势 这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还有问题 在循环经济的模式下 我们究竟要如何去做 我们目前能够去选择的解决方案 又有哪些 今天呢 我并不会那么多地去谈宏观 我不会是去谈那么多的系统上的东西 我今天想去谈一下 在微观上 就落到个体的公司上 我们如何去设定自己的战略 来充分开发自己能力还有潜能 在这个转和以及变革的过程当中 从过去的粗放式消耗式的经济发展 到现在的经济循环式的发展 包括在制造 在销售 在利用 在购买 重新的回收费品 并且把它们进行再利用 这在不同行业都可以去财纳 我们将会建立起这样一个费物使用的闭环 更好的去利用它们的价值 一直持续到我们的零污染零消耗 实现经济的提升 从关注在量的提升 到关注在产品以及质量 以及服务的质量 从无限制的去开掘自然资源 到更好的从市场上去回收信仰的资源 进行更好的利用 我们必须把GDP的增长 与自然资源的无限制消耗 这个闭环打破 打破它们之间的正相关 我们现在已经有既有的五种商业模式 它们已经被证实是能够消耗更好的资源 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 它可以实现完全的经济循环 尽管可能现在还做不到百分之百 但是它也是为我们未来的发展 设置了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至少我们决定这五种商业模式 在外来有这样的发展机会 能够为我们循环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好处 在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商业模式当中 我们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分析 我们很少会看到其中一家公司具备了所有的这五点 一般更加普遍的情况就是 每家公司会吸取这五种不同模式之间的优势 对于这些公司来讲 他们非常的聪明 他们了解在我这个行业 我这个公司最需要的模式是什么 如何更好的去采纳循环经济模式发展中的精髓 来去针对我的公司建立这样一个商业指标 在循环经济当中 第一个我们也就是循环供应 它能够带来更好的原材料的供应 它也是完全的可以进行循环 不管是产品的采购 还是供应链的管理 供应链的调整 都对它进行非常审深的安排 如何能够更好的去把这些单循环的资源 替换成为那些可以循环使用的资源 我们还有资源恢复的一些模型 在资源恢复 它是有关如何把这些已经使用过的贵重的材料 重新地进行回收并且再使用 之前给大家举了手机这个例子 我们也必须要想想如何去回收 回收这个过程才是关键 怎么样建立起一个物流的机制 一个管理的机制 能够使这样的模型进一步的建立起来 那产品的这个寿命的延长呢 我们也是越来越多的看到一些公司 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呢 不是用于这个短期的使用 而是呢要延长产品的这个使用寿命 那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像这个车产业 那比如说有的时候 我们这个产品的话 不只是说用于一次交易 有可能的话你这个产品的话 可以能够在更长的时间面得到使用 另外还有分享的平台 大家很多人会说在全球呢 我们现在已经设立了不同的平台 而且的话都是非常的有效的 那这是呢 和不管是和本地的社区来进行分享 还是使一些最重要的这个资产 那比如说我们个人所 有的时候的话可能是我们的家园 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企业 那他们的话把它放在全球 就好像比如说像Airbnb 他们把家里这个房间的话 可以放到网站上来进行出租 那另外的话 还有Uber的这个租车服务 还有Halo 还有很多这样的这种分享的平台 是让这些交通的系统的话 能够更加的高效的来进行分享 另外的话还有这个产品及服务 对我来说 至少在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当中呢 我觉得呢 可能这个产品及服务的话 对我们来说是最令人激动的 对我来说 产品及服务的话 是一个最让人激动的地方 因为产品及服务呢 最终是关于什么呢 它实际上是 从我们过去的 比如说我们只是销售一个 简单的产品的这样的这种概念 那我们要采用一个颠覆性的方式 重新来考虑我们这个产品的 这个所有权是怎么样 那我们也要考虑 其中所赋予的这个价值 另外的话 这个产品所能给我们的客户 和消费者的话 所带来的这个益处 那我们可以用 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 那有的时候的话 你可以保留 它这个产品的这个所有权 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亚马逊 那他们的话也是 在过去十年的话 在全球市场上 也是发展得非常大 但是如果说 比如说他们转向这个书的这个数字的消费 那大家如果说有亚马逊的这个Kindle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书都可以通过这个Kindle的这个设备的话来进行浏览 这就是他们的这个平台 他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话 把书卖给你 另外的话 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附加的这个程序 那我们 他们也实际上也是改变了我们之前 比如说书的这个出版和销售的一个流程 那我还剩几分钟的时间 我要总结一下 我觉得重要的是 我们有些非常好的例子 比如说像有一些非常创新的这个颠覆者 他们现在的话 他们也是在一些市场的边缘的话来开始运作 有些的话可能是一些新创的一些公司 他们是采用了一些新的思维方式 新的这个循环经济的一些模型 另外呢 那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放了一些例子 比如说像Ecovotive 他们的话是那个 用这个农业的废料和这个军丝体的话 来做这个包装材料 另外的话还有TerraCycle 他们的话是让人们全球的话来收集这个废料 然后用于这个进一步的循环和生产新的产品 另外还有 那他们 比如说像 比如说Mudjeans 他们的话可以出租牛仔裤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时装的产品 他们的话还可以提供一些这个免费的维修 那实际上的话 这也是对这个 它的用户的这个忠诚度的话 也是非常的高的 那一方面的话我们是一些这个新的创业的公司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还有一些 现在在全球已经比较大的一些公司 比如说像那个卡特比勒 那他们主要的业务的话是做建筑设备 还有采矿的设备 那很多的话都是一些非常高强度的一些设备 他们已经有个业务的部门 他们是全 专门关注于这个循环的经济 他们的话是对他们的一些工业设备的话来进行再制造 他们把这个产品集服务的话提供给很多他们的一个顾客 那他们现在的话已经有一个40亿的美金的这样的一个营收 那这都是基于他们现有的一些工业设备的一个再生产 那我刚才也提到了Airbnb 它是一个分享的平台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模型 那我相信的话 那我们看一下他们的这个股市的这个市场 那Airbnb的话是这样 他们现在也是发展的最快的 但是他们现在的市值的话已经比这个希尔顿还要高了 那我们也是看到现在这个市场的话也是在不断的发展 而且的话是通过一些不同的方式来创造价值 怎么样来锁定价值 有时候可以利用一些现有的资产 比如说你自己的家或者说你的车 那我最后呢我想说 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 这不是是一个简短的路程 那我们会有很多在这个商业能力上的一些转变 那我这边的话 列出了其中的几个 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正在发生的一些比较大的变化 比如说 比如说在这个战略的角度 现在的话我们 我们原来的这个线性的这个模式的话 是基于这个核心的业务 现在呢我们需要管理这个更加复杂 更加协作式的网络 那创新和产品开发上面 那我们原来的话只是设计单次使用的这个产品 现在呢可能是要设计用于更多的这个生命周期和用户 那我们这个采购和生产呢 过去的话是非常同质化的一个供应链 那未来的话可能会有更加的一直化的一个资源流的创新和层级 那可能也是会对我们的最终用户的话也能够突破很多的原来的很多的瓶颈 销售和这个产品的使用 我也说过 也是 也是会和客户和消费者的话能够建立更长期的一个关系 因为有的时候这样的话就不再只是说一次性的这个交易 那我们是要建立一种 一种关系呢可能要横跨几个生命周期 还有我们这个回收链 那我们的话实际上的话也是在回收的话能够推动一些机会 那我最后有三个问题 我觉得对企业的话也是应该考虑一下这三个问题 那特别是我们要利用这个循环经济的优势 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 对你的企业最重要的这个变革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那应该是在哪个板块或者是市场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最为相关的循环经济的业务模型 对你的企业来说是什么 然后有没有一些这个颠覆性的风险 那有一些什么样一些突破性的转变的话 迫使你要做这样的改变 如果说我们看一下刚才的这个五个趋势 那你怎么样来利用这些模型 那怎么样来利用这些颠覆式的一些想法 来用到你的这个市场上面 第三的话 你现在的话已经走得有多远 怎么样能够保持你在技术上的这个领先地位 将你的这个增长的话和资源利用的话脱离开来 那这未来的话也是会 未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商业模式 主要的一个技术 好非常感谢大家 我希望的话我对这个循环经济的介绍的话 对大家有用 那我相信的话未来也是有巨大的机会 那我们也看到有些企业的话 已经在抓住这样的一些机会 包括在中国 那我相信的话也是有巨大的潜力 不只是在中国 在亚洲 在全球 都是会有机会 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型 好谢谢大家 皮特我很抱歉 我给你时间太短了 你的这个主题太棒了 那你也是让我们能够很好的再重新来审视循环经济 我相信在循环 我相信在查西的时候 你肯定会被大堆人围着的 也是对于企业运营和发展 业务生长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循环经济的问题 循环经济已经被讨论了很多年了 那么至于说循环经济怎么样在我们可持续发展当中应用 有哪些可参考的模式 以及它的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 皮特在他的演讲当中 给我们做了精炼的这个阐述 那么从他的这个介绍当中 我们看出全球将近有四万亿规模的经济总量 作为循环经济的发展 这是非常非常鼓舞人心的 此外皮特列举了五大类循环经济的业务模式 供大家参考 最重要的是皮特在结束的时候给我们提出了三个问题 那么这三个问题对于企业进入到循环经济模式转换的时候 一定要先想清楚 想不清楚你可能会误入歧途 准备好了你才能真正在这四万亿规模的经济总量当中 创造效应 创造价值 下面我们有五分钟时间给在座的各位向皮特提一些问题 还是一样大家举手发言 好这位第三排的中间 好皮特你好我叫马力波 我是来自于一家中国本土企业的 我是CSR Director 那其实刚刚您谈到说 其实循环经济它有一个 sorry那个循环型经济这样的企业 它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 但就我看来是说 现在目前很多的中国的民营企业 也在处于这种转变时期 这种转变是很痛苦的 那作为一个企业内的CSR的一个从业人员 我们需要去做一些事情 你有什么建议吗 那我来再来重复一下你的问题 你刚才说 现在实话对中国本土的企业的话 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 你能讲一下这个挑战是什么吗 比如说现在本土的企业 他们很多还在追求更高的竞争力 追求更低的成本 更高的效率 追求经济的一个最大化 对 那作为里面的一个CSR的从业人员 我们其实需要让企业主能够认识到 循环经济是以后的一个trend 对吗 那其实是有成本的 对 我觉得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确实在中国的话是这样 当然的话是会有很多的在竞争力方面的一些压力 我相信 你的问题的话是问 那如果说有人呢 在一家企业的话负责的这个CSR部门 我觉得对我的关键来说呢 是要把这些努力 也就是你所投入的这些努力 你所采取的这些行动 能够把它的话联系起来 那如果说你在这个可持续发展和这个CSR上做得很好 那你是能够产生价值的 比如说帮助他们理解这个市场的趋势 或者说你产品 还有一些新服务的一些机会 在这个循环经济方面 或者呢 也可能也是怎么样能够更加有效的来进行管理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的话 它也是能够来推动这个成本的下降 或者呢 也可以是 比如说你提升这个价值 同事的话 也可以能够提升和你的供应商 还有这个客户的之间的关系 那我的经验的话是 对于这个私营企业主 那特别是对中国的一些小企业 你如果是用他们的思想去说话的话 然后你告诉他们 你要怎么来做这样一些投资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企业主 那如果说 让他们了解到未来这个经济的转型 但是如果说你用他们的语言 让他们能够看到 为什么这对他们的企业的话 是非常好的事情 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有效 特别是 那有的时候不要一下子 就讲50个60个事情 有的时候我们要把重点 放在其中的几个事情上面 比如说 他可以能够降低我们的这个低成本 还是说 我们是一个比较高端的品牌 那我们能够把这个 CSR的话和他们的这个企业的话 能更多联系起来 是一个比较高端的品牌 是一个比较高端的品牌